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 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将华线支票 抬头请写 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 游记至普罗政治学院 并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华夏建国论坛》 主持庄园生陈云 《华夏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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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回到 上一节说 黄天击杀 是否只有港字 没用呢 神通那些 十岁的不说 引用一个 辛亥革命的历史 记得第一集的时候 介绍过唐德光的晚清七十年 他就分析辛亥革命 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 孙中山提出了 驱除达老 恢复中华 这八个字 可以抵抵百万大军 口号正确 思想正确 可以糾合人心 是的 而且很清晰 这个战略的目标很清晰 就是赶走清朝的二族 恢复回华人 或是华夏的正统 反清奉明 清初一直斗到晚清 留在民间的斗争 留在民间的合议故事 正式将它提升成为革命的口号 唐德光先生 亦都对比 对于这个 洪阳革命 就是这个洪秀全 势力都很大 兵力都很大 最终为什么失败呢 他对比于 对比于这个孙中山 无兵无卒 只不过他有很少的力量 他这个洪秀全革命 不符合华夏传统 孙中山就拿起了民族革命的旗词 只是八个字 很抵抗这个百万大军 这个就是唐德光先生的历史判断来的 所以其实一个正确的口号 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看到共产党的起法园 那个法迹 它都是靠口号起家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分田地 这就是日本的 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人都会记得的 什么毛泽东思想 马里主义都不记得 打土豪分田地 就会记得 这就是水污转的东西 就是那六个字 又是剩了八万大军的 就是在中国里面 就是以小圣诞的战争 有很多的 那些国共这个战争 这个徐旁会战 或者他们的大陆的叫法不同 那就是一场的战争 就扭转了整个国共的那个形势 最终就被这些共产党上台了 那从这些历史事件来看 这个正确的口号 对于那个思想的传播 或者那个革命都非常重要的 那我记得 陈文老师之前 没出这个黄天击杀之前 就叫做落地獄 特别是梁振英落地獄 就是卖港财落地獄 就是最初的人不敢挨 好像很尴尬 好像那些街市婆 或者街边那些 犯虎走卒都骂人 好像不登大雅之堂 但实际上是无所谓的 因为是奏马池 是的 那就是 梁老师在面书上都说过 如果大家都可以破开那个心结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 可以宣之于口 梁振英落地獄 其实是一个很有力量 很震撼的事情 是会被吓到年龄 即使没有罵过她的林郑月娥 都说我会上天堂的 都是先保定票 怕别人罵她 是的 即是 即是那些人就 即是 口硬就说 这个落地獄就没用了 刚才梁老师举过例子 林郑月娥暗瓦底 都说回一句 就说天堂留了个位置给我 是的 留了个位置给我 我想在自民都没什么做到太坏的事 太坏的事 是梁振英做的 当然她不是这么说的 是的 即是我们的 说句话叫做淆底 词礼来任 即是说 即是说 因为其实他们都 信教的人都 不管是真信或假信都好 他始终都是 想着买个保险 都会有个天堂 有天堂 而且年纪越大越害怕 始终都是生老病死 始终最后一刻 如果你信野教 难道要见到天父 如果死了 不知道去哪里就惨了 想不到天使仔来接我 是的 另外有个例子 跟陈文老师有一次新关系 就是在信报写了地产需要落地后 是的 那就是我最古老的筹码 地产财富 可以叫它地狱式捐献 你捐那么多钱 搞什么 起什么庙 起什么 鼓励什么人去创业 给很多钱去学校 起医院 都没用 你都剥削到香港人这么惨 很多人是因为 供楼 有夫妻离散 有些就跳楼 跳楼自杀 所以捐多钱都没用 你剥削少一点 所以最后就是 你那些捐献 就是地狱式捐献 不如捐给自己 去地狀菩萨廟 以后自己有份享受 结果就是 一出片文就是 地产财富 就是生气 下星期你不要死 是的 地产财富 就是李扎佳 那他爸爸李嘉诚 就保飞了 后来就 其实到后来 都很长时间 都筹划了 都筹划了 在大部 就 建了一个 池山寺 好似说 全民都十亿以上 是的 就是捐遮捕妃 那如果他不信的话 他就不会 赚尽一分一毫 但是这么大手笔 就拿十几亿出来 建了一个寺庙 在心里面 都是相信 都是希望 不用下地狱 是的 做一共得 是的 那其实 在历史上 都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达摩东来 是的 达摩东来 当时遇到梁暴帝 梁暴帝 是信佛 很虔誠的皇帝 他周围建了很多佛子 达摩 印度僧人 各样 就这样演一下 一定是 很多佛子 有时候只要僧 也只要僧 也只要僧 现请僧人 以前的僧人都空 达摩 他很沙塵 也不是沙塵 总之想要自满 以为自己 都算是这样 接着问一下他 他说 喂 那朕有什么功德 有多少功德 就是说 不是说有和没有 问他有多少功德 有多少功德 但他说 无功德 无功德 没有啊 因为你是有心的布施 接着想布施施之后 就说 后世会好 或者福音自己的子孙 有形布施 就是 類似中世纪 买属罪丸 买了之后 就可以上天堂 没了这回事 就是在宗教上 是 这条数字不是这么计 是在宗教上 不是这么计 大摩祖师 真的和他说了 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佛法 布施 或者施语给人 是要毫无心的 我不是有求 什么好的报应 只不過是這件事應我做的 那這個禪宗公案繼續話不投機 後來達摩就去了面壁 後來就創立了這個禪宗 這是意外來的 意外來的 因為劉武弟一見到他 什麼都沒有撕寫給他 又不幫他氣喵 他就踩著老衛渡江 去了現在的蕭林寺 但當時其實都是一些荒山野嶺 就坐在岩洞那裏面壁 連連這個蕭座 陳文老師說過 這個地產商搞到這個叫做 兄弟妻子離散 這個就出於孟子的原文來的 當時那個社會就是 一些兼兵打仗 兄弟妻子離散 所以這個在孟子裏面 那個政治性的傾向就很明顯的 我們說少少這個孟子裏面的一些篇章 一開始第一篇 孟子有七篇 第一篇叫做梁慧王篇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叫做孟子見梁慧王 我記得我以前中學的時候都背過 孟子見梁慧王說 手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利已吾國府 如果翻譯成廣東話 你非常之有趣 老爺你這麼遠來 找我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真的這樣說 直至當時的說話 都是不客氣的說話 是赤裸裸裸的 傻的說話 如果你翻譯得比較正經 就叫做老先生 其實手就是老爺 手當年也是不客氣的 應該叫做先生或者滾 孟子跟他說 王何必約你 大王不要每次都講好處 我們講其他事情 就講義 人義的義 孟子跟他解釋 為何講利又有問題 上下交貞利而國危 你又講利 大夫又講利 人民又講利 因為利益會有衝突 整個國家的管治就有問題 大家互相爭 當然我們現在經濟增長 某一派的經濟學家 就說 如果個人都為了自利 增大自己的自利 就是最好的世界 最繁榮的世界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人人都會欠自己的自利 而無所弱速的時候 就變成沒有公利 沒有公家的東西了 可以簡單地說八個字 叫世傾則絕利窮則散 對 說得更明白一點 就是比如軍王或者統治者爭利 成為盤剝百姓 抽蟲稅 賣貴地 那些百姓有爭利的時候 就把那些地 他有地的 就把那些地 弄得很貴 來給人耕田 那些屋租也很貴 那些流利浪蕩 要租田租地 來耕那些 就是把那些田 弄得壞了 盡量種了些東西 又不休耕 又不盛 那些屋 因為是租回來 又太貴的租 逼爆它 弄壞牆壁 甚至是欠租 柏佛羅有奏人找不回 這個就是 即使是當時 這樣的狀態 都會是天下大亂 所以孟子一開始 叫做一錘定音 就說出 這段說話 後來就歸納為四個字 叫做義利之變 整個孟子 就是你掌握孟子的精神 他整個思想或者哲學的開始 就是義利之變 就非常清楚 那到了在宋朝的時候 有一場文都世紀辯論 叫做俄戶辯論 就是朱六義和人仔 朱熙和六九淵那個辯論 的時候 朱熙說完 就是這個 這個六九淵講的時候 就特別 就講義利之變 就是義是什麼 你是什麼 講得很清楚 就是上乘了整個孟子的精神 是啊 所以有時候 如果是一些 舊的讀者 或者之類 你會見到我常常評政治 我都講義利之變 這也不是我自己的獨創 是源自盲子的哲理 所以說政治就是道德 後來也有演變 就講政治就是娛樂 剛才你說政治也是術 因為太複雜 因為太複雜 牽涉的東西太多 所以也有天素所在 對 那麼義利之變 怎樣去看呢 就是 就有一個觀察 還有一個例子 就講 比如說 就是以前會考 現在叫做DSE那個考試 每年出來的狀元 或者分數高的人 都是會選擇醫科 都是選擇醫科 儘管他 當然行醫也是 濟世為懷 我們以前說 但是 應該不會說太多的醫科生 或者這麼多的醫科生 都是一心懸狐濟世的 是的 心裡面的動機 就是因為 醫生的收入 就是以後畢業出來的收入就好 俗語講 就趁你病 拿你命 收費性非常高 香港也有很多世界級的名醫 收費性非常高 所以 本身如果你選擇科的時候 是基於一個 就是表面那一套 當然是懸狐仔細 下面那一套 就是為了賺錢 你出來 就是所謂心術不淨 就是無論你的醫術多高 都好 出來的結果 都是一個壞的結果 另外一些如果是文科生 或者是社會科學 那些就是讀法律 會計的那些 那些都是賺錢為主 但是當然是有 也是有殖民地位 現在 去到現在都是有壞的限制 就是我們很難 在香港很難是 一個有志的青年 很難從政 或者很難 因為普選 如果有普選 就可以做到特首 做到執政黨 就可以 各樣的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 政治封鎖了之後 就只能夠做這些 所謂的很賺錢的 專業人士 專業的行業 當然 如果是老爸有錢 就不用想這些了 你開始的時候 你那個立志 是要賺錢去讀醫科 出來的 什麼結果呢 我們見到很多醫生出來 重症的質素都非常差 李國章 盧寵茂 還有金刀兩 你看這些出來的 專業的醫術非常高 但是那個政治倫理和道德 都是非常之差的 反而那些 留在醫院 或者屋邨親所 也有很多善心的醫生 但是反而一掌握了權力 就因為他可能入行的初衷 就不犧牲 或者懸狐濟勢 就變壞 就變壞 他跟他說 有這個 他有這個很好的花園 就好像演藝 這樣跟他看 孟子就反駁他 你這些 這些花園 其實都是手掘這個文字 不高所得 對中得 結果他引用了 這個劏勢 就是這個 在上書說 時日割傷 就與與與街亡 這個 毓民經常講的 就是 意思就是說 跟你死過了 那些 夏潔的時代 夏潮的最後一個暴軍 因為末代的暴軍 很殘暴 然後那些老百姓就說 這個衰的軍王 就和你一起死過 因為那個日子就指寶軍 太陽就指軍王 時間太差了 我就跟你一起死 老百姓已經是忍無可忍 打算要造反殺寶軍 所以當時勝湯忽夏傑的時候 他引用這件事 之所以要打這個寶軍 不是因為我要奪位 因為老百姓都覺得要跟你死過 我就在待天行道 即俗語講到攬炒 即跟你一起死過 老百姓都造反 都想跟軍王一起死 跟他們抱著死 因為以前軍王很殘酷 而且如果他是暴軍 而且他的兵馬甚多 老百姓真的會打傷到死 打傷到死都要造反的時候 周邊的諸侯見到就是不可以這樣下去 所以他就要帶兵把暴軍剿滅 就是叫刁民罰罪 刁的意思就是 苦術或者慰民 我們要去憑吊那個意思 就是說你罰罪是為了撫慰和安慰人民 就是說民意是一個基礎來的 你做這件事 你做這種暴力 我們叫勇武 你做那種暴力 背後是因為要撫慰和安慰這個民意 令到這個百姓有安穩的日子 過去的民意和我們現在的民意調查 或者滿意道的不同 過去的民意是直接表示的 就是因為橫征暴臉 跟著那個郡王四位去搶奪民旅 又拉人去拉夫去做靈役 勞役一些人民 就是會天怒人 所謂天怒人怨 那這些成語大家都知道 我們叫人怨就是會說天怒 天都發怒的 人民就是怨 其實人怨也是天怒 人天就合一 所以剛才莊卿講的 天是自我民事 天聽自我民聽 我們有時在民間的俗語 天怒人怨 我們看到出來的 華夏的思想 從來都是叫天人對舉 就是講天 不是講人也都會講天的 或者講叫做天地良心 就是天地良心 兩樣東西是可以相通的 那就沒有說兩個良心 就是不會說 好像鄭惠鴻說 你的良心和我的良心不同 不會的 因為以前的人是很純樸的人 以前的老百姓是純樸老百姓 所以當他有民怨的時候 就真的逼到沒地方走 真的會死人 是啦 剛才就講了梁惠王 跟孟子其中一個對話 去到第三章的時候 其實類似的都是講一些 跟國軍商討一些正事 第三章就講到梁惠王跟孟子 講到為什麼自己的國家 他覺得自己治理得很好 為什麼國家裡面的人 有這麼多民怨 孟子就跟他分析 接著就講說社會現實 就叫徒有餓嫖而不知法 即是說很多人都餓死了 那你又不去叫做開倉百米 那到人死了就說 非我也稅也 這句就非常之重了 就說不關我的事 天使是這樣的 類似這個就是歷任的特首 在香港經濟差 民不聊生 大環境外環境不好 經濟差對關我的事 實際是關事的 一來是高地價政策 令到百業蕭條 現在只要中小企業 小店鋪 民間在路邊擺賣 全部都趕著了 要幫大財團打工 打工的新級有微薄 接著有各種的可卷雜稅都來 結果就民不聊生 實際是政府造成 以前在中共五十年代出現了大饑荒 死了好多人 那中國的歷史書怎麼寫呢 三年自然災害 這個很可笑的 他連天災那個字不敢提 叫自然災害 其實他都是為天 所以他不敢說三年天災 三年天災說 一天降災 你就立即統治得不好 所以你看他不叫天災 叫自然災害 都見到中共的元老都是為天 怕天 所以不敢提天字 所以其實你會發覺 在專權或者極權社會的狀態 幾千幾年前的孟子 和今天的分別其實不是那麼大的 只要你掌權的人 繼續掌權 西方的一句話 就是權力使人腐敗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 那個出現的形態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讀孟子的時候 對今天那個社會形態 其實都很有切身的感受 這樣 想一下 再後邊 其中一個我就覺得幾有趣 這個去到 梁惠王章上下 梁惠王章上下 上下兩點 講一點梁惠王 其實你查回 戰國就沒有梁國 或者梁是一個小國 其實所謂梁國 梁惠王 其實就是所謂魏的 為什麼叫梁惠王 因為他遷到大梁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叫做梁惠王 他有時會自稱自己進候 因為那時候是三家分進 那麼進就分了出來 這個就很有趣 在梁惠王篇下篇的第六章那裡 然後呢 孟子其實就 都 也表現到他那個 那個 疾風和說話 孟子就跟這個梁惠王 這個不是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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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他講 如果大王 你有個神子 就把你的妻子交託給你的朋友 去了楚國那裡遊玩 然後後來就回來 但他餓到他的妻子便疲惶骨瘦 那大王怎麽算好呢 這些人當然要對付他,棄之 然後他再說 事私不能治,時則如何之 如果一個君主不能夠統領好的時候 又是以之或者對付他 孟子就罷免了,不要了 孟子前面請君入往後說 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何 現在周圍都黏黏亂了 那你大王,那你怎麽算了 孟子好笑,王,故左右而言他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俗語也有說 故左右而言他 最初就是一個重複的字 他這些就看到那個辯論術 就是孟子勇的辯論術 就好像狀獻說是請君入往 他最先就說一些常識 層層深入,結果就是那個君王就是受窮 最先說這個朋友去了外地交遊或者做事 那太太就托他看管或者托他照應 怎麽知道就是餓親,糧食不足 當然是說棄致這些朋友不要 然後就說有些時代夫 他那個下屬字得不好,那怎麽算 當然就罷了 然後就說四境都不安,那怎麽算 然後就死了,四境是誰統治的呢 即是他那個王自己 所以見到孟子的表現出來 其實是很懂辯論的 但是孟子亦是一個很有趣的 他經常被人引用出來的 問他是否你很喜歡辯論 他說魚起哄辯再去,不得已 玉文有本書 他在立法會就是哄辯滔滔,但實際是被迫的 因為你那個政府那麽壞才說那麽多 所以第一次說這個真的是時代革命 這個時代令到你必須要革命 孟子亦都說我不是一個喜歡喜歡辯論的人 只不過是不得已 因為整個社會 當時戰國社會很亂 他有一個道德的承擔的責任 所以想搞好 因為我們愚瞞也好 或者是五經的經教也好 都是叫人們是律於言而敏於行 或者是持達爾爾爾爾 或者是羞恥立其成 即是說不要說那麽多話 不要看過紅面套套或者詭辯 因為這個是會損害人心 即是損害人意 孟子就在這裏 是被迫的 只是說那麽多話 還有是譬如剛才說 他把梁慧王放入圈套這個 實際是不好的 就因為你遇到這些 小人的皇帝 你唯有小人的君王 唯有用這個方法令到他窮困 然後是良心發言 是的 我不是希望做到這樣 但是就是因為孟子在這些地方 就灑了一些小聰明 即是王都固了又延下 即是不知怎麽去面對 他應該有些朝臣都會覺得 那個皇帝很滑稽 很灰邪 居然被一個很窮的餘生經過 就整固了他 所以最終這個孟子 不為勢所用 可能都得罪了很多權貴 孟子也不會為了 即是將他的政度有所屈 而屈從依君主的思想 最終就不為勢所用 最終就離開了齊國 那麽都回到他自己故鄉的州國 周圍的兒子是哪個州 回到州國那裏住書立書 跟學生講學住書立書 所以才有現在我們手上這本叫做 這個孟子 這本的書在孟子這邊 啊不記得出 可以出一出這幅 這本圖 這本圖 這個就目前為止 在市面上見到比較好些的孟子的譯著 楊伯俊是一個語言學家 他那個文字、語譯都文句比較通 而你不是講得很多 那就可以去參考 那今天我們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